方总 资料都在转 这个熊擦有一个孩子 他身体有残疾 现在在一家特殊的养护学校 地址就在里面 听他的同事说 这个人很孤僻 没有什么朋友 平常除了工作就是回家休息 连他老婆都跟他没有什么交流 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方总 你真觉得这样闲得通吗 我也只能试试 起立 坐下 带犯罪嫌疑人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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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发当日 是用于自用 还是贩卖 很简单 根据常识我们都可以知道 这么大数量的毒品 只能用于 贩卖 法官大人 我有话说 可以 如果说 在我的委托人身上 发现了毒品 就说这毒品一定是他的 我想 这一点不能成立 怎么不能够成立呢 请摸一下你依附左边的口袋 伸姐去 摸一下 然后掏出来 这个笔帽是你的吗 不是 是我的 但他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口袋里 不知道 是我刚刚路过的时候放进去的 那你想说明什么呢 国际上曾经出现过几期 毒贩利用不知情的旅客 运送毒品 企图通过安检的情况 我假设 是有人故意将玩具熊 放进我委托人的包里 那么 他就是被人陷害 他是无辜的 他是被冤枉的 可以把笔帽还给我了吗 法官大人 我假设 一个人 在知道自己身上 仓有毒品的情况下 怎么会毫无异常的去通过安检呢 大家在机场的安检录像中可以发现 我的委托人 在被发现玩具熊的时候 他的表情是非常诧异的 而且在之后的警察调查中 他也一再强调 这个玩具熊并不是他的物品 他也不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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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法官大人 一个笔帽并不能证明什么 刚刚我们大家都听到了一个词 假设 既然是假设的话 那刚刚 他所说的一切 都是没有证据的 同样 你也不能够证明 嫌疑人 他的那个玩具熊 就一定不是嫌疑人的 同意 辩方律师假设不成立 辩方律师 请出示有效证据 停止使用推测 休停 好 刚刚法官一直在针对职员 他根本就是故意的 顾律师 以你的看法 下午的停止会 会是什么情况 不好说 虽然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准备 但是 穷擦的态度 不如乐观 爸 我找了一个人 什么意思啊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也可以有人替职员去顶罪 那些人只认的钱 你怎么知道不会出问题 到时候把你也给牵连进去 但他是我的未婚妻啊 他是在我面前被带走的 我也早就应该被牵扯进去了 董事长 已经到了这步了 阻拦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苏京 现在我宣判 同志员携带毒品数量巨大 虽然是外国人 但触犯了泰国法律 根据我国法律 判处同志员二十年监禁 还有 这位方天秋先生 试图通过我女儿和妻子 借用亲情关系 涉嫌妨碍执法公正 请罚警将她拘留二十四小时 你到底瞒着我们做了些什么 我都带走 我都带走 敢动 来 我愿意 我没有 散开 你们 我一直在哪里 我没有 至少 我 和 如果是方家人让你进来的 你就一定出不去 爸爸 有什么事咱们回去再说 怎么样 我被判了二十年 二十年 你在泰国有没有其他朋友 或者你想想 还有没有其他人能帮你的 妈妈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去救人 怎么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这个做妈妈的感受 妈妈 我的事让你操心了 对不起 从小到大 你最懂事最成熟 怎么现在也冲动起来了 竟然还有了案底 身为方氏国际的执行懂事 你知不知道 你的个人形象代表了公司的形象 天旭 还有你 你们兄弟两个 截二连三地出这样的臭闻 你让外界怎么看我们方家 你们都想过没有 这可不一样啊 要不是有人陷害我哥哪来的丑闻 方氏国际这么大的企业 不会因为哪一个人 影响他在外界的生育 不过天秋啊 你一向成熟稳重 我真是没想到 你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呢 是 这次的确是我考虑不够周到 不相干的人这么紧张 也不知道是谁的未婚妻 你给我手说两句 志愿现在被抓 全家人都那么紧张 你还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 这件事呢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童志愿能不能出来 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我想他是不是 认识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要不然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妈 志愿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们只能量力而为 千万不能学天秋 弄那些旁门左道 要不然自身难保 我不管 反正他是我的未婚妻 他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 我不肯让他在监狱里面 去做事不理的 没想到你也这么荒唐 没有被抓进去 已经是上帝保佑了 你一定要被人抓进去 是不是啊 但是他 好了好了 不要扯了 一回来就吵了个没完 你们不嫌累啊 顾律师 在 同志愿这个案子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只能尽力地上诉 不过 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顾律师 我求求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他被判了二十年 他这一辈子就完了 怎么会那么严重 泰国对涉毒的案件 一向都是这么严厉的 童小姐 如果这一次 真的携带这么多的话 二十年 算是公道了 除非找到真凶 而且证据确凿 这是唯一的办法 顾律师 不惜任何代价 我们要尽快地 把他给救出来 好 我知道 你不会死的 我不会让你死 你的女儿 会让我的和好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 终于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也不知道谁背后住的手 二十年哪 我终于可以高枕无用了 天亮 你就不能救救他吗 他一个女孩子 对方家也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这也太狠了吧 这二十年 童忠元可怎么过啊 你懂个屁 我是不懂 我不懂你们怎么能 这么轻易地毁掉别人的一生 你现在胆子大了 敢教训我 我没有 滚 告诉我 我没有 统治员给了你什么好处 没有 你敢向着他 我没有 你给我滚 给我滚 我现在不会再考虑你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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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陈姆 找我有事吗 爸 我 有事坐下来慢慢说 爸 我知道是谁陷害的同志员 是谁 是夫人 胡说你 夫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爸 这样的事情我不敢撒谎 更何况还坚持到我弟弟 你和我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多月前 我弟弟Paul到家里来借钱 姐 只有这么点啊 我只有这么多了 可是你给我这么点钱 他们会打死我呢 你愿意你亲生弟弟被债主追杀吗 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吧 姐夫快回来了 让他看见你就死定了 快走吧 又来我们家邀请 我会马上还上他 天亮 你别生气 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走 我告诉你 不要拿我们家当摇钱树 要是还有下次的话 我离你姐一起赶走 滚 从那之后 Paul很久没来 我有些担心他 就回去看他 结果发现 他变得很有钱 好看吗 潘儿 姐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赚的 你赚的 你连工作都没有 怎么赚的 这你不用管 我赌钱赢的 我还是觉得奇怪 就去找他的女朋友问个清楚 我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知道她是个贵妇 Paul叫她什么夫人 这个夫人给了Paul一笔钱 让她去机场 往别安包里塞毒品 塞毒品 这可是害人的呀 Paul要是被抓了怎么办 你说的夫人是哪个夫人 我听说她是方家人 Paul不会有什么事吧 你看 是她吗 就是她 那时候 童小姐刚刚被捕 我担心牵扯到Paul 所以没说出来 那你现在 为什么又要说呢 我 我实在没想到 他会被判二十年 要是因为我弟弟 还大一辈子在牢里 我实在没办法安心 难为你了 既然 你已经都说出来了 是不是能相信 我接下来的安排 Paul必须要自首 才能救赎同志愿 这个案子对于志愿来说 是运毒 对Paul来说 仅仅是栽赃陷害 量刑会轻很多 我会安排顾律师 为他做好辩护 我相信不会判得太重 当然 我会对他做出 合理的补偿 合理的补偿 你可以跟他商量商量 我会尽量的 满足他的要求 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 夫人那边 我知道 我谁都不会说的 我谁都不会说的 别忘了我让你怎么说的 你别忘了方姐还有最后一笔钱没给呢 你就知道钱 在里面好好的 争取早点出来 出来以后就做点正经事吧 知道吗 行了行了 赶紧在爸妈看房子去吧 别过两天 方姐又便挂了 我正在iset声明里 我开玩笑 其实是 我家里面好 我跟他家里面好 这是 很小的 我 那 我 你想饿死你自己吗 你觉得这样死了 就一了百了吗 你父亲还在监狱呢 你忘了吗 同志员你可以出狱了 多谢多谢耕敬 没有啊 我别说 不增 不甘 有点 不叶子 还在有什么 不停 不叶子 不游戏 不叶子 不叶子 是 不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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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家吧 我们现在已经锁定了几个 有可能把毒品放到你包里的人 但是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同志员携带毒品数量巨大 判决同志员二十年监禁 志员 你来了 来来来 过来坐 过来坐 你过去过去 你干吗呀 好了 就和妈妈坐一起 志员 让你受苦了 方伯伯没有保护好你 这一阵子我非常难过 也非常惭愧 今天你能回来就好了 方伯伯 我只想知道 我是怎么出来的 警方抓到了真正藏毒的罪犯 所以你根本就是被诬陷的 好了 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就不用再去想它了 你今天能回来 我们要为你洗尘呢 来 我们全家敬你一杯 来 来 志员 干一杯 恭喜你啊 志员 我看你瘦了一圈 我已经安排阿喜给你备了一份菜谱 在家这期间好好地聊样聊样 补一下 对对对 还是你啊 想得周到 志员 在里面一定受了很多苦 心里难免有一些障碍 要不要出去度过假 散散心 不用了 我觉得在家挺好的 志员 其实这一次我说出差是骗你的 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但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你放心吧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的 我会用我一辈子的时间 统治员 这个戒指其实我已经准备很久了 我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可以戴上这个戒指 我会用我一辈子的时间 去给你幸福 统治员 我请你嫁给我好吗 天逊 你干什么快站起来 我可能是一时的冲动 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如果我这辈子非要结婚的话 统治员 你就是我唯一的选择 天逊 我 哥 你不能娶她 方琪 你别在这个时间捣乱好吗 我要是现在不说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她跟天秋两个人早就不明不白了 你要是娶了她 你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天秋 这个东西你不陌生吧 那天晚上啊 确切地说是深夜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放在统治员门口的 就这么不巧 偏偏被我给捡到了 天秋 你承不承认 这个东西是你放在统治员门口的 是 是我放的 那你敢告诉所有人 这里面是什么吗 我听你说吧 这里边呀 是一把房门的钥匙 和一张一百万美金的支票 天秋 你为什么要给这个女人钱跟房子呢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天秋啊 你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这可是证据确凿 看你还敢怎么抵赖 什么证据确凿啊 这些东西可是我让哥去交给支援的好吗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啊 其实呢 我早就买了这个房子 打算我结婚之后 就和支援搬到里面去住的 这一笔钱就是我打算给他做家用的 但我又怕他拒绝 所以我就让哥哥帮我把这些钱交给他 哥 为什么你把那些钱就直接放在门口呢 好 支援啊 不如我们明天去看看新房子好不好 天旭 别胡闹了 支援才刚出来 你让他好好地休息一阵子 其他的事 咱们以后再说 吃饭 好 对不起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回房间了 我可以进来吗 我可以进来吗 你刚才没必要替我结尾 但是 你是不是 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你还有什么交代 你那都看不出来吗 我喜欢童志云 我爱他 你爱他 你凭什么可以说得这么轻松啊 因为我早就想带他远走高飞了 那你就当他飞吧 如果他愿意跟你走的话 为什么他还要把那个新风留在门外呢 好 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 我跟他是真心相爱 要不是爸爸把他硬塞给你 我跟他早就在一块了 是吗 我认识童志云的时候 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那他有接受过你的追求吗 既然没有 既然没有 他就是自由的 我就有权利追求的 如果你不甘心 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其实一直以来 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作是你的亲弟弟 对吗 你没资格做我弟弟 你没资格做我弟弟 我只有一个弟弟 他现在 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好 那就照你说的 让我们公平竞争吧 你胆子挺大啊 胳膊肘往外拐 你为什么要让你弟弟去顶罪 不 本来就是他干的 本来 你还嘴硬是吧 你弟弟跟童志云无怨无仇的 他为什么要陷害他 你说不说 我不能说 你不能说是吧 好 那我就打动你说 平白无故的 你为什么要让你弟弟去顶罪 不 是父亲 是父亲让你弟弟去顶罪呢 父亲 是话告诉我 是不是梁子齐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 说 我不能说 说说 说说 我 当故事慢慢地被讲成回忆 爱情它渐渐的沦为成伤心 如果剧情早已经是出品 又何必再费力气 曾经的你现在会是在哪里 我以为我再也不能这样抱你了 你真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你 一切都是值得的 俊阳 我不想让你再等我了 我想明天 就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爸爸 我也不想再一个人 我保证 只是一个被一起的道具 如果说你给了太多忘不了的甜蜜 错知错在分开时抱你 抱得太用力 我走了以后 你还在这里 我得开始了另一场演绎 怎么 找我还有什么事吗 我也不想拐弯末脚 我就想知道 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当初让我一个人扛下来的是你们 现在又让我说出来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不会让你受到威胁的 如果你告诉我事情 这张支票就是你的 我知道你在里面混得不是太好 对吗 可是我当初答应过董事长 我告诉你 我怕他不放过我 其实我心里面一早就有答案了 我给你看一下照片 你只要点个头就行 我不知道 好 好 谢谢 这张支票是你的 人生在世 不要不相信命运 就拿我来说吧 当初家里也没有钱 受尽了磨难 嫁给你方伯伯的时候 他也没有钱 全身的衣服都是布丁 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家 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方氏集团 那如果把一切都归咎于命运的话 谁还会努力呢 话是这么说 那咱们就再说说天婿的妈妈二太太吧 他出身名门望族 早年还在英国留学 读到了管理学硕士学位 那又怎么样呢 现在还不是跟我一样 这就是命 这是选择 选择也好 命运也罢 我都不会同意你和天秋在一起的 其实 我也很喜欢你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成全 因为我要守护我的丈夫 我的儿子 还有我们的家义 运营 给人家书 给人家书 不是